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上市上到五百六十六页最后一行 好 最后一行 好 那这里呢就是我们看虚空相合 这个虚空相合呢就是那个我们叫收射 融合八相的融解 地水火风 百显红针 黑镜德 最后是聚生光明 聚生光明就是跟那个空 虚空相合 这是最后一个 上次我们讲过 就是我们可以所缘 那第二呢我们叫一呼 这个叫属席 刚才是用那个密法的收射的方式来当成所缘 第二个是一呼一席何为一席 五席中慈心不善而休 四休 十席 十五席 二十五席的渐渐增长 这个是藏系的属席法 一般我们在汉传的属席法是禅宗的 例如说我们就按住在鼻端 那有人属出 有人属出 有人属路 那以现在呢我们台湾来说呢 华谷山是属出 对 华谷山属出 就按住在鼻端 属息 呼一呼二这样 用呼的出 出的属出 那如果是中台山是属路 就路席 吸一 吸二 一样啦 都是按住别端 一个属出 一个属路而已 那这里 藏系的是用一呼一席和一席 那一呼一席和五席中慈心不善 这里比较可以像那个随席的方法 随席 所以一呼一席 就是属 这个不能讲一呼一席 呼 那个吸就入住 入住出 这个是符合随席法啦 它用属席的话 感觉比较粗啦 因为刚才属席的时候 会比较安住那个妄恋啦 大家得定一定要属席 例如说我们讲 这里说我们属的 这个是一般来讲 我讲随席法 其实属席是比较粗的一个方式 随席会比较更好 路 路就是我们讲一般心轮 安住在心轮 它没有讲专门的 安住在心轮 这个是中心轮 所以路呢 静来 静就是路 我们就一般若且密法的话呢 这个叫哦 那住 那住 住 一般在密法就是阿 那再出 出用不同颜色 出 我写进我画错了 用鼻子啦 这是鼻子 这是鼻子 路 路是 怂 怂 有写出来 怂 那这边比较对 怂 那住 是阿 那再来是出 出 这个叫出 出 出是怂 所以如果结合密法那个叫金刚念诵 金刚诵 路 恩 安住 阿 出 怂 它不用念出声音 跟那个咒音 连在一起就可以了 那这怂啊怂代表诸佛的三金刚种子字 所以在讲话都这样叫路住出都是怂啊怂啊怂的话 你就会跟 莫菩萨的那个三金刚的生语意结合 就不会打其余啦 或是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 这是用这种方式叫怂啊怂 就路 路是怂 安住 阿 出是怂 这叫随随 就随 路 住 阿 出 后 那一般呢 就是叫随随 随随是比较简单的啦 那如果加随随 不用念 汉系没有怂啊怂啊 汉系只路 住 然后出而已 没有没有怂啊怂三个咒音 那如果结合密法再加上 路 怂 住 阿 出 后 就是汉跟障 两个不同 是鼻孔初 都是鼻孔初 鼠息都是鼻孔初 到眼里 就把他的鼻孔孔花发现了 对吗 对吧 对嗎 对吧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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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对吗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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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每一个呼 是入住出能够清清楚楚 明明了了 这个叫慈心不善 一般是属习的方式 那如果像禅宗的属出属入 它都属到二十一 属到二十一 如果中间有断了 重新属 一种属到第八 忘念来了 就断了 重新属 就从一开始属 那如果练到二十一 表示说你的安住性 已经到一个程度 所以二十一后再重新属一 那如果能够属到 二十一都没有断 开始修水洗 属洗一直数到二十一都没有断 就可以换成水洗 属洗一定要数到二十一 清清楚明明没有断 如果断你要从头来 从一开始数 不管你数到二十断了 还是从一开始 从二十一都没有断 一次一次没有断 那那些法师就 你也有没有断 没有 没有断就可以换水洗 入注出的方式 这个是禅宗属席跟水洗的一个分界点 好 这样可以 所以刺修十洗十五洗二十一洗渐渐增长 这是以葬系的方法 那汉系也同样的理路 但是方式有点不一样而已 这样慈心不散 或想上风白色 有鼻孔路 渐渐下压 下风黄色 渐上上体 与己间相合 修平相和风 这个叫保平气 观想 向上面的西 是白色的光 安住在脊轮 那下面要提肛 提肛 提肛就把肛门缩缩 那提肛 由下面有黄色 那上面风 这个属于白 下面黄属于地 这个是白 白我们是讲白黄 它这是一个观想颜色 其实不重要 因为那个下风 主要是黄 主要是按住脾位 上面风是光 可以观想佛光也可以 观想佛光 吸进来 按住在脊轮 那下面在提肛 两个紧缩 就像上压下脊 那把这个中间的脊轮 把它脊 脊 这个就像一个平子一样 上面细的 那个下面也细的 中间因为脊的关系会变粗 这个叫保平气 这个修保平气 上下同时 你可以先上 不可能上下同时 先上吸 然后下再挤 就是顺序 先上 因为上比较久 从鼻孔吸到脊轮比较久 所以上吸 吸到脊轮的时候呢 快到的时候呢 在下面吸 两个上下挤在脊轮 这个就变成 脊轮会变成 增出 就是两个挤在 变成一个球 那个球就是像保平 一个平子 上面细 下面细 中间出 那感觉 这叫保平气 修脊轮的保平气 那这个修一修 它会热 脊轮会很热 而且会比较燥 这个修的过失就是说 会变密 变密 因为它挤 我们上面挤 那个会热 那个肠肠子会比较燥 会变密 所以要多喝水 修完要多喝水 这个就保平气 由上昔 那下修 那个 我们叫那个 修 那个提纲 提纲 好 这个是脏系的 保平气的修法 好 那我们看一下一段 若仅能了解 成调之意 就是怎么 昏成呢 调解内涵呢 还不够 由非完足 要修定时 以正知 力 不但正知 还有念 要常常过观察 常时视察 成调 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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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讲一个正知 来做观察 督导 那生死正知 之方便 因呢 那刚才是 我们讲那个 世事正念 这样是正知 不忘所缘之 修正念法 即正念建枯中 常时 争查心善 为善 认识其心 所以呢 能够生起正定 先要有不忘所缘的正念 你没有强大的正念 正知提不起来 所以正念 先要正念 来 得因才有正知 那正知呢 帮助正念 所以因是正念 才有正知 但是有正知 会帮助正念 这个是要先有正念正知 这两个 靠过正念正知的 互相帮忙 我们修订 才能够成功 所以路情论有说 住念 护一门 耳时生正知 所以我们正念 大概是要到 第三柱心 才会比较坚固 第三柱心 第三柱心的念力 就比较强了 第一柱心 第二柱心 一定都在打妄念 妄念纷飞 而且跟一个打妄念 可能五分钟 十分钟 你才知道 我才打妄想 在回忆过去 美好的事情 一回忆就流连忘缓 这个是初柱 初柱跟二柱的时候 第三柱 比较会克制 正念比较强 这个正念比较强的时候 正知才能够督导 如果正念不强 你正知没办法 生不起来 你不会观察说 我到底有没有正念 很难 所以正念 是正知的因 那由正知来帮助正念 所以 助念护一门 耳时生正知 由正念来生正知 那又说第二因 就是讲正知 硕硕 审查 身心诸分位 因之 因之 比 比 几乎正念 比比就是马 在昏城呢 在调局呢 还在流散呢 大德都很喜欢用比比 就是说 这个很多状况 这到底是 当时是没有正念呢 没有妄想呢 还是有妄想呢 还是在昏城呢 还是调局呢 还在流散呢 由正知来做观察 那观察后呢 如果有昏城调局流散 就要对字 叫形诗 对字叫形诗 那我们看 沉调的因 沉调的因 这个刚刚讲的沉 第二因 沉调因 我也说 共因为不户根本 不户根本 就讲共因为不户根本 是叫平常 不户根本 然后饮食不知量 不修出愿后愿 全物一切 不正知住 这个叫平常 所以平常我们太散乱了 平常我们对境太散乱 就是讲沉调的因 例如说 例如说 每个个性不一样 每个人呢 你走出去呢 有的是东张西望的 你看小儿子也是一样 每个小儿子呢 就是出去一定东张西望 然后东问西问 好不好 就是说 你没有给他一个目标 因为他没有目标 但是修定的正念 就是我们的目标 安住正念 所以我们修定的安住正念 如果想念阿弥陀佛 你阿弥陀佛就把阿弥陀佛 当成我的所缘 这个就是目标 所以你把阿弥陀佛当成你所缘的时候呢 你不要去用五根支是缘 跟这个所缘无关的 跟所缘无关的 你比如说 那我可不可以去看那个 如果说念佛往生净土 我可不可以看净土五经 可以 这跟你的正念有关 因为你念阿弥陀佛就是要需求阿弥陀佛的功德 虽然你要多了解净土五经 了解净土的书圣 阿弥陀的愿律等等 跟你念阿弥陀佛有关 这个不叫散乱 这个不叫散乱 如果说你看的所缘的 跟你平常修的正念无关 这个叫散乱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沉调的因 还有呢 就是一个坐在那个位置上 圆圆没但是就独股 没有所缘 一般老年家都会这样 没有所缘哦 老年家 没有所缘呢 老年家坐在 没事阿 他就 就是坐在椅子上 一看电视喔 可是他不是真的想看电视 他就是一个所缘而已 他是一个目标的所缘 他不是真的要看电视 但是他看一看一定会斗孤 你会不会这样啊 会齁 对那个所缘吸引不了你的时候呢 你就会昏沉 那个静吸不了你的时候 阿如果看到精彩了 你这都会醒过来 看到那个 如果说武侠剧 你去那个打架的时候 你自动会醒过来 如果你看那个对话 太冗残了 你会哭哭 会不会哈 会不会哈 你们看电视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关起来有没有看 可是有人就是 我们看没有所缘啊 他会怕没有所缘啊 所以他就开着 有声音也好啊 然后呢 对话太多的 他感觉没有去 就是哭哭了 如果刚好有大骂啦 或是情节 转着情节出现 他这都会醒过来 那怎么回事 嘿嘿 有没有哈 老年家比较会这样 我也是老年家啦 这个叫不负根门 就是我们常忘记 我们的目标 去圆 那个跟正念无关的 叫不负根门 第二呢 饮食不质量 就是吃太多 会脏 就容易睡觉 你们中午的时候 吃完会不会想睡 对啊 就是因为吃饭吃完 那个血液啊 头部的血液往下降 降到胃部去消化了 所以头部空空的缺氧 所以缺氧呢 就会想睡觉 是中午吃饭 就会这样 所以要去动 如果不想睡 要动 消化快一点 去动 走路也好 筋形也好 那如果太饿不行 尤其修禅定的时候 如果说你吃的太少 怕吃的太多 昏沉又吃的太少 他体力不够 体力不够 你会那个心会慌 你们有没有体力不够 心会慌的感觉 体力不够 血糖太低 心会慌 那个神经会抖 那就是吃不够 所以要那个饮食质量 不能吃太多 也不能吃不够 我们那个 我们讲我们以前 以前的生团 就是我们登记 登记 登记 我们是吃罗汉灾嘛 就是说 根茎类叶菜 根都是一锅 是一组煮完嘛 那煮完的时候呢 我们是 每个人要量 不能剩 菜不能剩 所以呢 我们是用 一公斤等于四碗 根茎类也好 叶菜也好 都是一样 跟一公斤等于四碗 四碗的那个 碗子 所以你要吃多少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那我用根茎类加起来 几公斤 可以煮几碗 那常住需要几碗 这样配合起来就不会剩 那有人就要强调他很有修行 因为我们在 龟一期修止处修的时候 你修到后面阶段 你定力越深的时候 你对吃的已经 越吃越少 因为吃一点点就够了 吃一点点就感觉 饱了 如果修定越来越深 对玉界的那种 那个玉界的那个烦恼 慢慢压伙说呢 你对吃的就比较没有 一点点就饱了 所以慢慢越吃越少 所以有了法师 所以要强调他很有修行 登记什么 0.2碗 0.5碗 晚上不吃喔 中午只是0.5碗 0.2碗 一嘴一嘴就没了 0.2 一嘴就没了 所以每个人都瘦巴巴 有没有看 都瘦巴巴 我才不管他呢 我就登记最高的一碗 我吃一碗都人家一定会骂我的 所以我能登记一碗饭一碗菜 一碗饭一碗菜 你心太少对不对 晚上不吃啊 可是你登记1.2 你已经被骂了 你为什么那么贪心 吃那么多 我跟那个他们讲 助手讲 我需要啊 我饿啊 我吃不饱啊 你贪心你不是吃不饱 他用他的量来标准我 我按摩要替小孩子推拿 出力啊 按摩要出力啊 小孩子经络问题 法师经络问题 我要出力啊 他们助食上座不用出力 他光嘴巴讲话就可以了 两个类型不一 我们是下面还做大聊搬东西 他们上座不用搬 那只要喊一个 谁去搬啊 他要不用出力 所以用他的标准来衡量我们 我觉得很奇怪 但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好吧 我就登记最高的 一碗换一碗穿 但还好 我还没有像那个 我问你以前的法师 那个先锋倒鼓啊 那个钻在风中 好像会被飘走的感觉 我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所以要饮食之量啊 不能太过也不能太少 这个自己斟酌啊 自己斟酌啊 好 所以如果要减肥最快的方法是什么 我相信一个心得 日中一时 最快 日中一时 中午吃 早上不吃 早上喝个水 喝个水 晚上呢 如果你真的饿了 买那个大棗 那红棗很大颗吗 红棗很大颗的 塞两颗就饱了啦 真的 我现在用这样的方法 晚上我感觉饿了 我就不吃饭 那红棗很大 两颗饱了 不然三颗 三颗饱了 再喝个水 真的饱了呢 你真的要减肥啊 那千余不要减 好 千万不要减 你轻轻减过 不要再减了 你要减肥 我告诉你的方法 就是拿那个大红棗一包的 那个绣青 绣青 他们才能买的 不错 那个红棗是补人量的嘛 所以塞三颗 晚上就不用吃了 不会 它是淡淡的 它是自然甜 很好 我减肥 如果要减肥 我来告诉你这个方法 早上要用功 早清清楚 有体力 心力 所以我早上不 你一吃的话就会昏 沉 就是提不起劲啊 你身心 早上起来 因为睡饱了嘛 身心有力 然后该用功 该修订 哇 很顺 而且不会再煮 怎么要浪费你的时间 因为早上吃 最饱过一时间 所以就早上不吃了 因为习惯 因为习惯 因为你睡饱了 早上习惯不会 不会饿 真的 你们早上吃的时候 感觉好像 例行公事 真的不饿啦 因为你睡饱了 体力有了 晚上那一餐 会饿的 你就要捡回 就吃三颗 大红枣 我感觉这个方法不错 真的说 好像需要一点什么 淀粉类补充 就吃一次吧 就是 我们人体有 有警告啦 好像你一直吃红枣 那个淀粉类 或是某个东西缺乏 比如说 你有时候想吃水果 表示什么 你对维他命C缺乏了啦 有时候想吃某个东西 不是那种贪吃 好像身体在呼唤 呼唤我 身体在呼唤我 好像需要吃某个东西 那就去吃吧 因为那个身体需要 像那个 马 有没有听过 马 马他都吃草 所以没有铁质 所以你拿个 那个 罐头 罐 放在旁边 他会去咬 有时候看到马 他会咬他缺铁 缺铁他会咬那个罐头罐 因为罐头罐有生锈 那个铁质 他会咬 因为他身体需要那个铁质 不是爱吃那个罐头罐 是他身体需要那个铁质 所以当你身体有在呼唤 说我喜欢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 就去买来吃 补充你的身体的需要 这是我的经验啦 有时候你身体会呼唤 好像我水果好久没吃了 应该吃一下水果 什么水果没有限定 因为你不是贪吃而去买水果 这感觉需要一种维他命C的补充啦 而且身体呼唤好像很久没有吃米饭的 很久没有吃面的 表示那个淀粉质不够了 所以去吃一吃 吃一吃后那个警告就消失了 这个是生理的一种需求的呼唤 这个不能太执着啦 我一定不行吃 我不能不能吃 不要太执着 好 这个就是我们讲饮食之量 第三 不修出业后业觉悟起 那我们修定的时候呢 一般广论没有说清楚啦 我们修好悟起很多种 如果说你是原阿弥陀的佛号 你在睡觉前躺下去喔 躺下去还没有睡着 念佛 念佛 就是你念阿弥陀 念阿弥陀 或是坐着 念阿弥陀 感觉累了再躺着 也可以 所以这个在还没有输出业前 就以你的正念叫初业 你沿着你的正所缘 如果是佛号就念佛号 如果是属习就念属习 如果观想气功就念观想气功 看你的平常修止处修的所是什么 就是初业 那醒过来不要先下床 还是沿下你的正念 如果说阿弥陀 还是沿下阿弥陀 如果修气功呢 还是观想气功再念一下 这个叫初业后业的那个 浩无于且 这样懂齁 不是一定要光明于且啦 光明于且是密法在修 所以你看你的平常指处修的所缘是什么 这初业后业还是要继续安住你的所缘境 那这个广东没有讲所缘 所以你们平常修的正所缘就是初业后业也要修 这样等于齁 那初业呢就是我们讲一般呢 这是照以前佛陀时代的那个作息来看啦 因为以前没有灯嘛 以前没有灯 所以晚上六点到十点叫初业啦 那出家人呢都很早起床嘛 所以我们以前的出家人还是不用做事的喔 现在出家人做的比还没有出家怎样更累啊 这是我的经验 我现在我啦 我以前我以前我以前 我以前出家的做的事比我还没有出家前做的更累啊 因为你没有出家前喔 你只有个上班时间嘛 上班时间完了就放松了嘛 对 我们是不是我们是24小时都是紧迫盯人的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那所以呢早上很忙忙忙忙忙忙 忙到九点打板九点半熄灯 然后早上呢三点二十起床 大概也六个小时而已啊 哈 没睡吧喔 不中午有睡啦 但是真的品质不好 就是睡觉那个品质 因为大家一起睡嘛 有了小时啊 小孩子会翻身啊 甚至小孩子半夜会尿床 你要起来处理啊 尿床那个上下部啊 下面住 那个下面是住 那个住比较大的 上面住比较小的 然后上面会滴水 那才起个 啊 老师下雨了咧 我哪有下雨 原来是上面的小孩子尿床 哈 八九岁也会尿床啊 有的十几岁啊 其实他在尿床 就是肾脏比较弱 他在尿床 嘿 紧张也会 因为那个环境太紧张了 那个环境都没有什么 放松的那种 没有放松的气氛啦 氛围太紧张 所以小孩子都会尿床 尿床之后 那个还要替他们换棉被 如果冬天更麻烦 还要洗 还要晒 还要去库房申请另外一床 棉被来给小孩子盖 都是法师要做的呢 很忙呢 然后呢 小孩子背书还要听他们背 你要花时间 没有自己用工时间喔 那如果你跟三个小孩子住在一起 变成一庭要轮三班 一个背一个小时 三个小时 花在小孩子身上 然后照顾他生活起居 尿床啊等等 还要问些他们的生活 关心他们 不关心会被讲 你法师为什么都不关心小孩 我说 关心已经想关心了 可是问题 你关心 因为大部分都在上课嘛 下课那一点点时间 那点时间你很多事要做啊 第一个你要上厕所啊 你自己衣服要洗啊 你要什么事要做啊 那那些时间 再分配小孩子 到底没有时间了 所以很紧张耶 所以也是 不过从这个紧张的生活过来 就感觉真的很 很快乐 非常舒服 常常有的小孩子经常的 常常有的小孩子经常的 偶尔两三天就一次 体质的关系 这个肾脏比较弱 尿到怎么样呢 他一开始尿不会跟人家说 因为尿没有下雨嘛 没有地到下面嘛 只是一层湿湿的 尿到那个床一层尿垢哦 你等他尿到下面才知道 他尿床 把棉被那个翻起来 再一层尿垢 那个叫什么 什么 大黄大白是吧 那个可以配药的啊 童子尿啊 这阴阳水 童子尿叫阴阳水 没有听过 你们小时候啊 我男生不要有 小时候没有人去那个 那个厕所有 一桶一桶的叫小孩子 尿在那个桶里面 小时候那个学校的厕所 你没有哦 女孩子比较没有 男孩子有 一桶一桶 那战讯有没有 蛤 你没有哦 就是小时候那个厕所 一桶一桶的 那小孩子尿在桶里面 他可以当药啊 那个叫阴阳水啊 就是童子尿啦 你没有哦 奇怪 你学校怎么那么高级 我们学校都有 小学都有耶 高雄啦 高雄啦 高雄 那个那个是 就叫 仁宗白啦 仁宗华 这个名称叫仁宗白 但是你不能配药 你把它擦 用某部擦 擦擦擦 擦擦 把那层擦 这个 所以我们法师不是父母啦 但是也跟父母差不多 有 这个就过去的经验了 好 这个叫后中叶 后叶 要修正所缘 第四呢 不正之助 所以你平常 如果了解 我叫原阿弥陀佛 要回到正念 所以平常如果没有做事的话 正知要观察 我心事太善了 所以它有五行动业跟五受用业嘛 行动业就是我要去哪里啊 做什么啊 这个要有目标 那受用业来说我吃喝拉杀睡 对 都要安住在正念里面 这个就是正知而助 所以平常要这样做 你以后上座修定 就很快得定 所以平常要正知正念啊 平常正知正念做得好 你修定就会很快 平常呢 如果没有正知正念 没有这四种 那四种之量 没有先做好 你要上座修定很难 很难 一定妄念纷飞 这个是平常要做的四种 那个资粮 就未修中间的四种资粮 这个叫供音 不管你修什么 子处修 这个叫供音 好 那我们看沉默别音 就是正 我叫沉默就是讲 上座修的时候 上座修的时候 第一个呢 重睡眠 重睡眠有几个角度 第一个呢 就是身体疲累 第二个呢 心没有耗药 身体疲累也有 心没有耗药也有 所以我说听法也会啊 像沉默戒啊 格西上课 那个法师就知道了 但是不上课 又被人家说话 我以前住在中心嘛 这家沉默戒 格西有上课 你一定要到啊 就是要上课 你一定要到 你是你面对法师 你不到不好 但是这个法 我都听过了 讲得太粗浅了 我要是那个细的部分 那因为对修士讲 讲得太粗浅 那就有点 对那个法师 没有耗药 所以里面 格西上课 我已经闭目录定 录昏睡觉定 录睡觉三昧 讲完了后 才睁开了 哇 人家哇 老师你好修行哦 都没有动耶 哎 我已经睡觉了 就叫睡眠 就是一个身体别类 一个心不好要 还有这两个 那这样呢 心于所缘 力太幻缓 力太幻缓 就是对所缘 那个不好要 那个指使力不够 指使力不够 就会这样 力太幻 就会这样 细沉 或是昏睡 指观乃不均 偏修即止 指观不均 就是说说 你的那个收色太内色了 我们说太内色的时候呢 也会变成 那个成像 心太内色不放宽 心太色会变成像 所以专注一个 太细的太内色 也会变成 这个指观不均 偏修即止 这个不是指观不均 就是说那个 心太内色了 那心像黑暗 就叫昏尘 不乐圆境 就刚刚讲 没有号要 心像黑暗 不乐圆境 就是 我们叫尘 或是昏尘的因 刚刚讲那个 指观不均 偏修即止 那个是细尘 那所缘力太幻缓 这个是昏 就出尘跟细尘 共同的相状 那细尘呢 不共像是指观不均 偏修 心太内色 缘太小的 那心像黑暗 不乐圆境 这是昏尘 一个细尘 一个粗尘 前面一个共的 所缘力太缓缓 太缓缓 这个是共的 那这是尘 昏尘的一个相状 再看调局 调局的别因什么呢 不共因什么呢 就是少艳离 对贪敬 于贪敬 于贪敬 少艳离 叫做于贪敬 对你喜欢的敬 不知艳离 有这样吗 听听 你知道这个东西吃了 身体不好 但是呢 就是喜欢吃 就是喜欢吃 例如说 你们 现在会不会吃冰淇淋啊 偶尔啦 有人不会 有人会 所以偶尔 我们也知道说 吃冰淇淋不好 对不对 可是呢 如果说 你去吃那个 puffet的 吃到饱的 那如果 那个什么 什么羹 它羹大石 它羹大石 它羹大石一颗八十块 那不吃可惜呢 那个不吃可惜呢 所以你只要说 我身体也不能吃 但是你不吃又可惜 所以你会想吃 你会吃还是不吃 吃 不吃 吃 不吃 所以有时候是 这个 情绪会不听理智啊 一颗八十块 你不吃太可惜 外面买本 买不到 你现在是puffet 可以吃到饱的 你现在 可以吃 吃到 吃到 没有限制的量 对不对 所以我们法师也知道说 吃冰不好 可是呢 他遇到哈根大石一定是三盘 一盘四颗 三盘十二颗 你看 三盘十二颗 比他吃的这一盘还贵 对不对 你十二颗乘以八十 就九百六了 你这一餐才最多七百块 然后吃那个冰淇淋就九百六 抵过你吃的 赚到了 赚到了 赚到了哈 但是身体亏到了 哈哈哈 身体亏到了 但是 价值赚到了 我们那个年轻的法师很厉害的 很厉害 他那个 那个吃可以吃五盘 去拿五盘 因为他们过五不食嘛 吃五盘 拿个冰淇淋可以吃四盘 一盘四颗 四盘 好就说三盘 我想三 三盘 一盘四颗十二颗 然后那个菜可以吃四盘 拿四回 都满满的喔 不是这样 不是像你们都是很小嘛 一次拿一个青菜 一点点 一次再拿一个什么 那个什么 萝卜糕 一片 一次再拿一个什么 什么东西 一个什么 薄薄的一片 就是一次了 对不对 米洞是不是这样 一次拿一个饮料 就一回 一次拿一个汤 杏仁汤 就一回 不是我们法式是杏仁汤 那个一个餐的薄薄的 这样一起带过来 就算一次 好这个就是 自己要斟酌了 所以于餐庆少艳离 心于所缘 直立过门 这个直立过门 会变成心太高举 太猛 快过门 太高举 未串习清性 那个快串习清性 就是说 你对那个 善所缘未串习 因为讲是贪戚嘛 所以你对善所缘 没有常去串习 而又施清理 因为对自己 那个亲人 那个月异相等 会失念 令心散乱 未串习 就是对善法 没有好好串习 对所缘 善所缘 没有好好串习 这个就是 产生调局的因 你们自己看一看 我平常哪一个比较坏 是层比较多 还是调比较多 还是两个都有 都有 那如果是沉了 为什么会沉 自己要去想 是不是刚好吃饱饭后 就打坐 我这样不好 所以你们早上修 止住修 最好在吃早餐前 不是在吃早餐后 但是你们 家庭妇女很难啊 因为大早就煮给别人吃啊 对不对 一大煮给别人吃 可是别人吃 你不吃不是很奇怪 所以你们要 刚好人家出去了 你才有空时间 可以做自己的事 可是已经吃饱了 对不对 家庭妇女啊 吃饱了啊 你再修 止住修就很难啊 就进入分层上面啊 所以有时候 你先把自己早餐 先准备好 准备好 然后跟家人 先聊一下天 然后送小孩子出去 送先生出去 然后呢 先去休止住修 把这个碗盘洗好 休止住修 只说要修好了 再吃早餐 如果时间的话 吃完早餐 开始带什么 洗衣服啦 然后呢 打扫啦 好 那准备今天 要做什么规划啦 那晚餐呢 要吃什么 菜单吧 你好啊 你们平常煮饱 有没有在拟菜单啊 没有 没有喔 要想对啊 如果说晚上 那个家人来 大家几个人 小孩子今天 要吃什么 要拟菜单啊 你要煮什么 东西啊 东西要什么料配啊 要加油 因为我们在 三团都要拟菜单的 所以我们 做说一个月 那个很伤神 因为每天 我们在研讨 早上一堂 广论 下午一堂 不是在研讨广论 就是在想菜单 那想菜单 明天菜单要做什么 因为我们的树的东西都 太 对话 变有限 而且我们那个 很习惯 有些喔 他喜欢去外面吃的 就是把外面标准来衡量我们 像我煮了 他说 你煮这个修行菜怎么吃啊 我叫修行菜喔 那不错啊 如果修行人吃这个 也是修行菜 没错啊 表示修行人才能吃修行菜 可是他就嫌我啦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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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味噌最好 味噌天然的咸味 天然的咸味 所以我们就一团 如果今天煮一锅嘛 我是一锅 那个大钢锅 很一锅 然后呢 下面是根茎类 最难煮的放在下面 那根茎类 就把那个最难熟的 这样一层就这样放 放到上面就是叶菜 这样一蒸大钢锅 那看多少公斤 今天如果要煮 160碗 就是变要40公斤 一碗一公斤四碗嘛 就每汗都要蹭过啦 每样东西要蹭过 用量 那个重量来衡量 那个体积 所以刚好加起来 如果是40公斤 就一大锅就要煮40公斤 那把最难煮的 像红萝卜啦 那个比较难煮的 放最底层 那一直放放放放放放放 放在上面 这样一锅 然后呢 中间就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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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噌 味噌 就一团 哇一团 一团 那泡水 把它搅匀了 然后呢 才从上面这样匀下去 有的话是把它塞在中间啦 可是塞在中间 一团塞不上 它不容易溶解 我感觉是在用 把它溶解后 用上面淋下来 比较容易 渗透到每一个 因为它由上 一定会下面往上 下面渗嘛 这样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你就要看看 那个 用那个铲子 去挖最下面的根筋 下面熟的 上面一定熟 它不能乱翻 那脚的 整个都糊了喔 所以不能脚 是由 最下面去深入 那个红萝卜 看起来红萝卜熟了 那熟没熟 就可以关火了 有啦 有啦 这个 油再淋下去 就要淋下去 细眼不好啊 精字眼不好 对身体不好啊 對啊 但是没看见 但是我们至少 我们不要用粗眼啦 不用细眼 精字眼 精字眼对身体不好 所以我们就没有用眼吧 海盐可以啦 海盐要溶解了 海盐要溶解了 所以我们是不吃精字眼的 用味噌是最好的调味料 对啊 是 很多概念 对啊 还有我们师傅又不 叫我们自己不要吃什么 面轮啊 什么面鸡 都加工的啦 可是你不吃这个 吃什么啦 你每天吃的都一样啊 蔬菜青菜啊 都还是吃这样 你 而且是两餐 每天都要吃 你能变多少啊 我想说 这个太难了 因为那个材料 就是几种而已啊 而且呢 还要五行巨竹 颜色要巨竹啊 红 黄 白 黑 还有绿 你更变也是 五方 你要变 要限定五行 要巨竹 红 白 黄 黑 绿 变来变去 这几样而已啊 所以每天要想菜单 想到头痛 所以在听 在上研导课呢 每天不是上 听广路人家 在想菜单 下一餐 我怎么去 准备那个 这个 那个怎么样财物 可是也变不了啊 你们还有嘛 蒸 煮 炒 我们都是只有一锅 没办法蒸 也没有办法炒 没办法变啊 所以难不难 很难耶 所以做很累哦 但是风险的比较多啦 忘了啦 只要煮个 那个豆子 有人 我一定会煮过 煮过好几遍啦 我豆子一定煮过好几遍 像那个红豆 第一次不晓得 好难煮 泡很久 泡很久煮出来呢 不晓得那个量 一下吸干了 啊 炒灰燙 因为我们一定要先煮熟了 再放在菜里面 不能跟菜一起煮 菜一起煮 菜熟了 豆还没熟 所以我们男孩子 不晓得那个经验 所以 就是有时候 第一次跟 那个菜一起煮 要翻蓝嘛 那就放在最下面嘛 跟进来熟了 豆子还没熟 那师父吃起来 过来 你今天煮的菜 知道错了吗 一直不知道 豆子没有熟 小孩子吃的怎么怎么样 是是是是 都是被骂的啦 没有也是被称赞 人家很厉害 人常在外面吃的 或是在家里有经验的 比较能够处理这个啦 那我们就是一个人啊 一个山山 我都生活 都一个人的生活嘛 山山 就 今天吃什么 无限也是吞在里面 无限也是吞在里面 好吃也吞在里面 好吃也吞在里面 不好吃也吞在里面 无计较啦 但是现在为别人煮 你要四次要去斟酌啊 要是够软 够硬 好吃不好吃 都要想很多 就是 一个人修行很容易啦 大宗修行就难啦 但是大宗修行难 好不好 好 就看到我们自己的缺点 你没有跟大宗一起 你不想自己缺点在哪里 这个就是 我们讲 讲到这里干嘛 就是散乱 于所缘常在 用自己习气去想自己 要想的东西会散乱 于贪敬 就是流连万缓 用理万缓 也会贪恋 亲人也会啦 好 这个是讲 那个 成调的内涵 好 过失啦 好 第四 如是善修正念正知 成调 生起 虽无不知之过 已经有正知嘛 正念正知 所以成调生起 都会知道 难成调生死 若不无间即断 马上要去断除 亦是过失 我们常常呢 就成调生起之道 但是呢 不想去断 有不 例如说 你圆到 好的 好吃的 好的 回忆的 好的相传的时候 你不会马上把它断掉 不会 不会 感觉还要 再久一点 再想一下 鲜鱼会不会 鲜鱼今天累了 你吃消炎一 对 吃消炎一样会累了 好 我们看一下 第二行 使不起公用 不做行之对字 就是呢 已经知道分成调语 不去对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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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讲的 第四个过失 不起公用 不做对字 这个行就是对字 不做行 这个行等于对字一样 就名为做行公用之诗 那是对字叫做行公用 其诗呢 虽是善恶无极所依之静 那趋易内心之心所法 那其实 他 这个诗 本身 他是一个对字 就是 这个诗什么意思呢 就是想 心趋向于静 是哦 生产量就是心趋向于静 如果说 你对那个昏成 对昏成 要去对字 你叫菩提心 要菩提心 我是未立众生运程 我不能 我要修定得到 修定的功德 然后达到未立众生 未成本 未立众生运程目标 所以去对字 就是菩提心的业哦 所以我们对字的时候 要想一下动机 那对调局 要对字的时候 所以想到 为什么我要对字 把动机提起来 这就变成 对字的时候 就变成什么 善业 哦 这个就是 当下每一个对字 心对字 这个诗清楚 就是心趋向于静 就叫失 就是业 如果你没有动机 只是对字的 那个叫无忌业 哦 常常都在无忌当中 很可惜啦 只要你动机 稍微提测一下 都会变成善业 哦 好 所以这一善所缘 这个要趋向于静的时候 叫失 那失呢 这个是对字 所以失呢 如果动机提测 这变善业 如果没有动机 那就无忌业 那不好的动机 哦 为了贪求 迷雲利扬 所以呢 我不能让别人看到我打瞌睡 哦 我们就会这样 像我以前 我许我自己很失败的经验 以前我们去 还没有出家 以前去泰国短期 出家一个月 然后呢 他们是日中一时 早上呢 大概十点半 就ㄎㄎㄎㄎㄎㄎ 吃饭 一直吃 吃到十二点 一个半小时 所以你那半小时 可以吃很多东西 哦 而且他们那个菜 是用那个 四个轮子 一个板定好的 从前面 他们 我们前面是前面 第一个是 再是大师傅 二师傅 就大当家 二当家 三到第五当家 后面才有 常住法师 要排过啦 那后面我们是短期出家的嘛 最小的三咪 我们两个台湾 最小的 排在最后面 所以呢 看不 前面看不到菜是什么 菜就是一个轮 这样 我们是做那个S型的 就这样排的 就是排 这样排 就是说每个 法师都是这样排 一个这样 坐在这里 这样 大法师 这样平行的啦 第二排 中间一个走道 第二排 这样 我们坐在这后面 坐在最后面 那菜是这样过来 顺这个样过来 那这样 这样过来 我们爬到最后面 因为常住大概有四五十位啊 出家中四五十位 所以能很满满的 那我们坐在一个孤底 这是一个孤底 这是一个孤底 很大 就坐在里面 那菜这样 你看不到菜 一个出来什么 也不晓得菜有多少 现在轮轮轮 轮到后面 是最后的 后面呢 还剩很多 而且没有想到 它下去后 如果是给居士吃的啦 还有居士啦 所以我们拿的时候 那米 第一次看到那个米 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颜色 有紫米 姜黄米 还有那个黑米 那个糯米 黑米 白米 不同颜色喔 还有粉红色的 可能用什么颜色蓝的 那个粉红色的米 我看过没有 红栩 可能红栩不小 粉红色的米 所以不同颜色的米 就你没有吃过 你会不会好奇 会不会吃一点点 你就咬一点点 用小汤咬一点点 五种米都咬 再来呢 什么菜 有的菜是台湾没有看过的 什么青菜 什么菜 什么菜 都看起来蛮好吃的 咬一点点 那再来是 根茎类 有没有 红萝卜啦 白萝卜啦 还有什么 甚至有那个 菠萝蜜做的那个菜 很轻 还蛮不错的 泰国喜欢那个酸酸的感觉 你没有吃过嘛 咬一点 然后咧 再来是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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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啦 很多那个什么 搞不清楚啦 就是这样 总共几道咧 30多道 30多车喔 不是30多道喔 一车上面放六个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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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30多 180个盘啊 因为他们对于法师很公斤嘛 现在过来 所以你这样哪一点点 拿180次 你的波 三分之二满 一点点喔 一百八十次多 因为三分之二满喔 他们规定 你就要放到波里面呢 不能摇出来喔 就 我是吃到这里喔 在这里玩呢 那个 那个Campbell 还很 很有活法力生的责任跟义务啊 就看报纸 他们喜欢用看报纸 今天讲 发生什么事 用活法的角度来讲 试念著啦 还有什么 什么样的方式来讲 那个今天报纸发生的事 用那个来讲 一讲 一讲 我们从10点半吃嘛 其实你吃到11点也快吃饱了啦 就拿了东西 15分钟嘛 吃到15分钟就麻了 然后一直讲讲 讲到12点 已经脏到这里 已经不行了 已经不行怎么办 只有吐这一呼 吐才解决得了啦 可是呢 一直讲话 你又不能离开现场 一定要大家回想后才能离开现场 冷 冷 最后冷的方法是什么呢 最后 这个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吃糖果 吃甜的它压下去 你到底 嗯嗯嗯 赶快来看到 我们拿几颗糖果去预备了 你赶快要嗯 要吐出来的时候 拿糖果 一吃喊下去 它就压下去了 你们以后会知道 要吐的时候吃一些糖果 压下去就压下去 每次要嗯 赶快压下去 冷到已经12点 大家回想后 用冲的 吐到压下去 吐完了 这一餐吃的都完全吐光 晚上又不吃 要等到明天 然后再吃 所以那个 我们看那个 有些比丘很厉害 他慢慢吃 慢慢听 慢慢讲话 吃的比我多 他的波是满满的 然后吃完后呢 右边在一个大瓦瓦 还有砖汤 左边呢 在一个水果板在旁边 下面还有一个花生 豆子 这样一面吃 一面喝汤 一面吃水果 好厉害 都不胖哦 每个山材都高高瘦瘦的 不胖哦 都先锋到骨 那那个骨底 那个房子外面 都放的胃药 他们贷款的胃药 那个什么 那虎镖的啦 什么什么山 一大堆 所以这种吃法 我感觉 这个虽然是佛陀治的啦 但是这种吃法 不合 不合健康 佛治是 日中一时啦 因为怕脱波嘛 那时候原理是因为 晚上脱波 造成一个产物流产 所以晚上不脱波嘛 但现在缘起不同 那是因为居士会激险啊 而且你出家人都不做事啊 以前出家人都不用做事啊 也不用啃土绝地啊 也都不用做什么 连开车都不能开的啊 像泰国都是没有开车 都不做事只能修行啊 所以一切事都就是在做的啊 所以你没有做事 你当然晚上不吃也可以啊 对不对 那现在不行啊 我们要到处跑啊 所以缘起变了 所以以前是那个缘起啦 所以现在如果说 你是吃一餐又吃那么多 那个是不符合的 不符合生理的健康的那个条件 嘿 身体很瘦 但是肚子很大 那个就是饿鬼相啊 这个不好 所以有感觉 吃要吃少一点啊 那晚上如果说真的饿 生理上需要 你可以泡个非食浆啊 或吃个 简单的食物叫轻食啊 因为现在跟鸡血没有关系了嘛 以前是因为避鸡血才定的 现在跟鸡血没有关系啊 所以我说 我们对戒 要戒的精神 不是持戒相 我不是反对持戒相 你戒相只好 跟你出力心 普通心没有关系啊 如果你的出力心 未来能够念你三有 那你这身体要先照顾好 才能够在学法上更加努力啊 所以很重要啊 我感觉是从体的上来看 好 那就是善恶无忌随一 好 对持 那屈易内心之心所 就讲思心所了 好 把这个 分层吊血 把对持完 所以 而此处是说 层吊生时 令心断笔之思也 那这个也可以啦 一个是用方法去对持 心对那个分层吊血 把分层吊血 把分层吊血 当成所对持的劲 好 那另外呢是 此处说 成了令心断笔之思也 断笔就断分层吊血 的施啊 这个施啊 这个施就是 把那个分层吊血 当成对劲 要断除的对劲 若心于所缘 此时之力太蒙 此虽有明了分 而吊血 真胜 极难安住 那个太蒙的话 就是对你的贪心 我们会知道 只是太蒙 太蒙 如果 如果说 等一下 有人会送来 好吃的水果 给你们 你们在想到 这个施道特讯息的时候 你会不会一直想 好吃的水果是哪一种啊 会不会我喜欢的那一种 会不会 会不会 你看小孩子就会啊 小孩子就会 如果说 今天是某某小孩子生日 他最期待是什么 礼物跟蛋糕 对不对 所以他从一大早起来 就很缺要 谁来了没有 因为他在往年都是谁 某某阿姨 会送什么礼物 某舅舅送你 叔叔送你 他一大早就期待 叔叔来了没有 某某阿姨来了没有 这个叫什么 调局啊 心没办法安住的调局 就是希望那个好的东西 能够赶快送来 这个叫吉南安住 若太不用力 过于缓泄 就是讲 没有对那个所持性 抓得很牢 柱分虽有 而沉默真胜 难得明了 那这种呢 他讲柱分虽有 而沉默真胜 这个讲的文字上太粗略 就是我们讲那个 幻缓虽婚虽有 这个叫细尘啊 细尘 所以你注婚很 注婚有 但是那个支持力不够 它变细尘 如果是昏尘 就变成 昏尘就不会不明了 所以昏尘就像不明了 这两个呢 同样是不用力 然后过于缓泄 那注婚虽有 这两个大家去看 一个是像很明了的 叫细尘 一个像不明了的 我们叫婚尘 两个不一样 细尘叫沉默 然后连像都不明了 这个叫粗 出婚尘 那像很明了 就是说 那个心抓那个劲 那个力道不够 这个叫沉默的细尘 这两个分开 对像明了像不明了 就差很多 像明了 我们叫细尘的沉默 像不明了 我们叫婚尘 这样 你们修订的时候 要常看 我修订的 对那个像明了不明了 故当 善存内心 好视为内心 而求急缓 适中之戒 那急会太跳举 缓会变沉 所以不急不缓 不急缓 按住在所缘 而且要提心力 很强力的按住在所缘 若觉内心叫此 再举变身掉举 就是对那个适中之戒 如果太心太高起来 就变掉举 如果那个适中之戒 比适中之戒 稍微呢 略缓就变成沉默 或是昏沉 所以若觉内心 习持而住 变成沉默 即当略比 叫比略高 如果感觉呢 你心一直往下沉 提不起来 对境呢 那个所缘境呢 已经 没有知识力 就是要提起来 心要提起来 想功德 想光明 还有想广大 看你的心 是什么样的 沉下去的因 若太内色 只要想广大 若太昏暗 要想光明 若对那个心 没有耗耀 就想功德 这个要看你的因 是什么哦 我们平常很少去修那个因 我们昏沉 就拿昏沉了 也不会想 为什么昏沉不会去想 会不会 就是 不会哦 要去想 要去想 平常很少去念这个啦 我们就浪浪 昏沉就昏沉了 妄恋就妄恋了 都不会去想 这什么原因造成的 那怎么对峙 我们很少去做这个功德啦 就是做一个这个 这个功课啦 然后去把那些好串心 所以卢氏求得安住戒宜 好 现在等到一个世中的戒 便于根本所缘令心明了而住 能够按住戒宜 现在所缘性很清楚 随地所能住一时等 一时呢 一般我们叫什么 四个小时啊 四个小就一时啊 因为他们有日 白天是初中后嘛 晚上初中 二中六时啊 就是初中后 初就是一时啊 这四个小时 所以能够随你的能力 能够安住四个小时 大部分都得到第九处心啊 好 要得到住一时 就到第九 如果说没有分成掉矩的话 就是 来 走第九处心 又初发业者 修时已短次数已多 发业堪修的人 叫次数要短 为什么 会让你容易 如果次数长 那个 不是 时间长 会容易分成掉矩 所以刚刚好 抓到那个 那个最好的精华 就可以了 那次数要多 要多练 要次数多 方向修业者的 如果能够安住很久 就安住 不一定要被时间所限注 能够安住很久 就没有分成掉矩 就尽量安住 没有关系 好 那这是修订的方法 好 这道出 这个调分成调矩 等等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那么看568页 第三行 第五 已断维系成调 那不用动了 那这关这里可以 好 那么看这是第九处心 前面讲的 好 是从初处到第八柱 现在是以断维系成调 就是讲第九处心 那我们讲心三摩地相续转时 就是可以任运 相续转就是任运转 已经任运了 对这个静 能够任运 这种生起来 像说你念佛 念到第九柱心 那你回到家的时候 可能忙一些事 煮饭 做菜等等 当你心一停下的时候 那阿弥陀的佛号自动会出现 它自动出现 叫不念而念 这个不念而念 是强而有力的 强而有力的 强而有力的 那这时候呢 若起功用作息 如果再去对峙 因为它没有昏成调取跟流善 你再去对峙 缓成三摩地的过失 因为对峙也是一个妄念 对峙本身也是一个妄念 你这样按住在正念 那加一个对峙的念头 也是妄念 所以缓成三摩地的过失 所以让它继续就好了 只要没有昏成调取跟流善 让它继续就可以了 所以修持呢 对峙为不作行 安住与舍 所以这个不要对峙 不要对峙 安住在舍 舍就是什么 不对峙的舍 不是所缘境的舍 是不对峙的舍 舍对峙 所以当之持舍 这个舍呢 是舍防护功用 就是不去对峙的意思 那非舍取境之利也 不是把所缘境也舍掉 不是把所缘境舍掉 那又非凡无成调之时皆可修舍 所以不是没有成调的时候都可以修舍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我们有15秒没有成调 这个叫初柱 那如果是大概一串念珠二柱 一分多钟三柱 这个也是没有分成调 但是这个不是要舍舍 这是随时 那个时候不用舍 但是也要防成调 所以他讲的是 行舍是完全的可以任运的 任何时刻都没有成调流善的时候 才可以说舍 但是只有15秒一分多钟 这个时候当然是不用对峙 但是一分多钟15秒后还是要对峙的 因为它成调马上会出现 所以是于以吹成调历史乃修舍 这个是什么 第九柱心 完全没有任何时刻都没有成调流善的时候 这个是不用对峙的舍 这个舍也不用修 这个舍也不用修 你自然不去对峙就好了 不用再修 这个用修这个很奇怪 因为这个舍是不用修的 所以吹伏之意 吹伏就是吹伏对峙的 这个如修士中文篇所说的 若是以无成调 心于所缘能正直住 正直住能安住 而是可缓功用 修习于舍 就是让那个心力一直保持就可以了 不用再去对峙 所以修习于舍 这个修习就是串习 其实不用修啦 不用再起个对峙的念头就可以了 他用修习 这是一个方便的用语 其实不用修 不去舍 不去对峙就可以了 就是舍 如遇而住 那生文帝也说 那生文帝也说 令心随与任运作用 就是跟着这个正念 能够任运转就可以了 右舍呢 有很多的分类 有这里讲三个舍 受舍 受舍 无量舍 跟行舍 那受舍就是舍受 没有苦乐 没有苦没有乐 这个叫舍受 那无量舍呢 就是讲那个 七因果之前的那个平等舍 我们讲那个 那个四五亮间的 远离爱物亲疏 住平等舍 那个平等舍就是讲七因果前面也要修的 平等舍 就远离爱物亲疏 这个叫无量舍 那无量舍呢 跟平等舍什么差别呢 无量舍呢 一定要修到初禅正定 再来修平等舍 就变无量舍了 就是要得到初禅正定的定律 再修平等舍 就得到无量舍 那如果没有修初禅正定的 只是修平等舍 就是平等舍 他不是无量舍 所以无量是要加一个初禅正定的定律 才可以叫无量舍 内涵就等于平等舍 第三个行舍就是这里讲的 不具对质的叫行舍 只是行舍 但是我感觉应该在上行还有一个叫 那个叫我们叫舍施啊 舍施 施舍啦 施舍 施是舍什么 舍尖滩 不施 不施就是要舍尖滩 所以应该把这个舍列在分类舍的里 其中一个比较好 他这没有列进去啦 应该叫施舍 也是一种舍 就舍尖滩 布施要舍尖滩 舍那个需求果报 我们布施的时候不要有一个求果报的 这个叫舍果报的那个舍 舍尖滩 等等 所以应该有四个舍了 那这里的讲的第九注心 这个叫行舍 那初发业者 最初难生 无过妙三魔地 我们刚开始修的时候一定很难 因为妄励很多 一定的 这是刚开始一定会的 那无过呢 就无过什么过呢 就没有分尘调举流善的过失 叫无过啦 所以初注能维持15秒 没有分尘调举流善 这叫有无过三魔地 只要15秒坚持住 就有无过三魔地 刚开始修得很难 你15秒可能很难 慢慢慢慢去串息 才有时间会延长 15秒 一分多钟 三分钟慢慢加长 故当以六吏 乘九注心 这个我们前面讲过的 六吏 这个怎么 那个 正之吏 正念 等等 六吏 乘九注心 一四作意之四地 这次我们前面讲过 隐身无过三魔地 所以用九注心 五过三魔地 就从初注 一初注开始就五过三魔地 那其六吏呢 第一个叫听文吏 承办了九注心 九注心其中的初注跟内注 初内注 第一个初注 初文修定教授 随顺所闻令心内注 好 那这里耳识变嘴 分别 早点 如同悬河 出世分别之下 这个悬河叫什么 很多 妄念 很多 就像瀑布一样 悬河就是瀑布 瀑布很多又强烈 这叫悬河 叫瀑布 所以第一个 你平常有修定 才会发觉妄念 平常没有修定 根本不晓得有妄念 人家说你妄念那么多 哪有 因为你没有修止住修 你看不到 所以我们讲那个 水要静下 才看得到那个杂质 水在流动 渲温在流动 你看不到杂质 你选要定下才慢慢杂质的看到 所以修定的时候 才看到你的妄念 看到你的念头 才看得清楚 所以你平常没有修定的 经验的人 你说我生起烦恼 他就说我哪有 对 比如说一个人讲话 讲到很气的时候 快要脸都红了 你生气了 我哪有生气 这就平常对他的心 比较少去观察的人 这个就是 你要多靠止住修才观察到 比一般没有修止住 就观察不到自己念头 所以内住 初闻听修定教授 随所闻念心内住 所以妄念也如同瀑布一样 悬河出世分别之下 这个分别就是 初世妄念分别之下 这个妄念 才看到那个妄念 分别性的妄念 第二靠思维力 刚刚听闻力 将思维力承办第二等柱 那思维呢 其实他用思维 这个是要想他的什么 那个 为什么要念佛 所以我们在第一个 开始修的时候呢 第一个初注的时候呢 一定要听闻 为什么要念佛 就想到阿弥陀的功德 四八大院呢 那个净土的书圣 就是靠听到的 然后文字 把它回忆一下 第二思维力呢 是想到 我要去得那个功德 得功德 就是我要往生净土 要跟阿弥陀学习 能不能快速的一生成半活果 有思维力 得那功德 想要得功德 靠思维力 来修第二处 所以说你打妄念的时候 可以用这种方法 来止住那个妄念 那 为先助所缘 由受受思维而修 初得少分相续而助 那这个少分呢 大概一串念珠 大概三十秒左右 此时辨诀 分别 这个妄念分别 这个叫妄念分别 那妄念 所以妄念有时候有陷起 如同西间水 第一个是像瀑布 很多又猛 第二个是西间水 慢慢的减弱了 我们叫 时隐时现 妄念时隐时现 得妄念分别修起之下 这个妄念 所以妄念有时候有陷起 有时候没陷起 第二住就可以了 第三呢 住心 十二住心 尘调时多 正定时少 就是 昏尘调取的时间比较长 然后暗住在没有妄念 昏尘调取的时间比较少 所以这个人必须利利 要很用功 很专注 而且用心 用体力 方人住所圆境 所以这个要花很多的心力体力 刚开始很累 因为你要花很多心力体力去 安住所圆 刚开始会很累 所以刚开始你去拜共修也好 第一天第二天一定很累 因为跟你的妄念在做对峙 对抗 那所以 这个是第二 第一第二 故于视作业中出利利运转作业 要长期 要拉 当妄念起来的 赶快要去回到正面 要拉 很大的而且次数很多 要换很多心理体力 所以叫利利运转作业 第三 要靠念力 慢慢从第初驻二驻的时候 念力慢慢加强 念力慢慢加强 所以成半第三第速 就是要靠正念的力量 来安住所圆 所以这个昏尘调取的时间 就慢慢减少了 减短了 所以念力成半第三第速 第四驻心 驻二种驻心如是次第 与心少变成数念前缘 令心安住 所以有昏尘调节 马上拉回来 就是这样 即出以念力令心不善 从宽幻静见收其心 所以在慢慢的 你那个安住正念的时间 慢慢加长 妄念的时间慢慢减少 使其见细见高 这个见高就是说 我们的心越来越细 心越来越细 然后呢 那个念力也越来越强 其实变觉分别 变觉妄念分别 这个妄念 所以这个是第三 第三 第四 第三 第四 所以会如潭中水 潭中水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没有风吹草动的时候 可以安静而住 但是只要有一个草啊 或是什么掉下来 就会起连移啊 欲原始即不能住 就容易被牵动 容易被牵动 对对妄念分别起疲劳想 这是第三 这个是第三 第二 第三第四 第三比较会 第三第四住心的时候 就是承办第三第四 其实第四住心已经很少了 重点这个现象是在第三住心 第四住心的时候呢 你虽然呢 有 了解有外面有风吹草动 但是心 还是安住在 你会 知道啦 就会知道 但是不会被外境 把牵绊住啦 第三住心会被外境牵绊住 第四住心是知道 然后又回来 马上又回来 知道啊 外面翻车祸知道了 就回来 所以第四住心已经很 比较 不像 它虽然是潭中水 但是呢 它马上就 归到瓶颈 第三住心 会被外境牵着跑 但第四住心 潭中水 一下起连移马上又 又平静了 所以两个现象都潭中水 但第四住心呢 马上就平静 第三住心呢 会起连移比较多 那第四住心的连移 没有一点点 就归瓶颈 差别在这里 就潭中水 好 第四住心靠政治力 要对峙第五跟第六住心 好 那承办第五第六 因为这里第五第六呢 好 那个是我们讲 好 第五住心 要对峙的是 初 成 好 初成 那第六住心 对峙的是 初掉 这个初成跟初掉 一定要用政治力 一定要用政治的力量 来观察 初成跟初掉 所以用政治力 所以这个初成 初掉一定要政治力 马上对峙 所以这个时候 才有能力 对峙初成跟初掉 第五住心对峙初成 用政治力 对峙初成 然后第六住心 要政治力 对峙初掉 所以如其次地 初以正之了之于 妄恋分别 及烦恼 随烦恼 诸向流动之过患 这个分别叫妄恋 加个妄恋 知道说这个妄恋分别 那我们修定 变成取劳 就是浪费时间 变成了解 看到烦恼陷起的 种种相状 令心不散 条楼 不要散乱到烦恼去 也不要到妄恋去 那热修三谋地 所以第五住心的时候 他已经对外境 没有感觉了 刚才一二三四 还有外善 外面的散乱 到第五住心以后 就是内善了 第六住心 第六一世的散乱了 所以两个 从第五住心以后 就开始 渐入家境了 那一般在蜀席的话呢 在第五住心可以看到 第一次的 我们叫母光明 第五住心 所以第五住心在常中 叫破出关 第五住心 就破出关 因为他可以看到 那个白显 很强烈的白显 第一次发现 所以第一次发现的时候呢 会看到墙壁也不见的 人也不见的 所有的东西都不见 因为他 那个母光明 白显很强烈 强烈到呢 你把外面的这个 像都遮掉了 变成一片光明 这个在第五住心 就常中的破出关 从外善 慢慢的没有了 就变成只有内散 内心的散乱 所以对内心的那个 烦恼的流向 出向的流动 就很清楚 很清楚 就第六四的烦恼的念头 所以这时候呢 要令心不散乱 第六四的烦恼 所以最后就要对这 第一 我们叫这个初晨 第五初心 第五初心 初晨 然后呢 第六四心更细的 那对这也是初调 初调 此以正知了之三恼过失 灭除厌修三谋地的情绪 令心即静 那其实他在这里的时候呢 应该不会有 那个厌修三谋地的情绪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 得到第五第六 那个心很细了 所以在我们心细的时候呢 你是要心一提起来 一提起来 他的念头就不会掉 是一提起来 所以我们念那个 以前我们第一 前面开始念的 像你们念那个 修行念什么 世归一吗 还是释迦如来 像共修啊 世归 开始念力很强 贵于上 贵于佛 贵于法 贵于神 重点是第一个字 贵于上师 贵于佛 贵于佛 贵于神 刚开始一定要提心力 后面到第五 住心第二住心就是 贵于上师 贵佛 贵于佛 贵于神 贵于上师 贵佛 贵于佛 贵于上师 贵于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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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提一下就可以 所以心力慢慢加强 念力加强 体力跟心力就慢慢可以收射 不用花那么多 所以到第五住心第六心 你对体力不用花那么多 就很清安 会从清安的觉受慢慢升起来 因为体力不用花那么多 而且效果又更大 这时候你就慢慢对三摩地的光德 就产生欢喜不错 又舒服 有念力又很集中 所以这时候 对三摩地的厌患 厌修已经没有 前面才会开始厌修 因为前面忘列很多 你会感觉 哎呦 忘列这么多怎么办 你会产生气雷 会想放弃的心理 但第五住心以后不会 因为进入家境 我们看第五个 精心力 精心力来 就是能够串习 保持串习力 承办第七 还有第八 那这串习力呢 刚才第五第六 第五对字出城 第六对字出掉 那这里呢 出城出掉没有了 第七第八就渐入家境 所以第七呢 对字是细城 对字细城 第八呢 对字是细掉 这两个呢 是最细的那个部分 第一七对字细城 第八就细掉 这个时候还要对字 那这个呢 依靠篡习力 精心力就是篡习力 就把那个正所缘一直串习住 提住就可以了 提住 不要让它间断 提住就可以了 这样能够对字细城跟细掉 那这个如其次第 以精心力 虽最细分分别 跟细弱 这叫做妄念 最细妄念分别 就是细城跟细掉 还有烦恼会陷起 因为情绪的波动 还是会有 但是呢 到第八的时候 它只是个情绪而已 但是呢 还没有 那个妄念还没有生起来 就自动会把它对字 接着呢 但断除物不仁 对细城细掉 令心醉即即尽 第七 即有如是精进 令尘调等 初起不起 只要有点想冒出来的感觉 就马上可以压扶了 有点情绪波动 像那个弹弦 有一个情绪上 跳出来的感觉 就马上可以压扶 所以初起即不起 心人相续住三摩地 这是第七 第八 靠那个清净令 所以从第三到第七 十五柱心柱精神 虽多 而有沉调障碍 第三开始哦 所以呢 注定时间比较长 那沉调呢 比较短了 故事第二 有见缺运转作意 因为它会被沉调 把那个正念 把阿玛 让它有正 没有连续的 到第三到第七 第八的时候呢 那个心如大海涛 随起妄力分别 略修念之对极止熄灭 这个是戴海涛 心如戴海涛哦 就是那个正念很强猛了 所以随起妄念分别 就可以马上提下 就可以把它消掉了 第八 只要心一点波动 只要提下心力 就把那个妄念拿掉 好 就是 就是有见缺 那第八是无见缺 随时 虽虚恒修功力 就是这样 念力还是要修 串习 难成调 不能为障碍 能长时修定 故事第三 无见缺运转作意 所以它把那个六力 跟四作意 把它跟九处心配合起来 第六 串习力 就是让所缘劲 一直保持住就可以了 就串习力 承办第九 等持住心 第九住心 以为二十 不需专一正念称之 就是说 那正念会自动提住 正念自动提住 你就看着正念串行 跟着正念一起走就可以了 其沙摩地 依然任意与所缘转故 它的正念就一直很顺 你这样的按住在上面就好 又有二十既无成调违障 或不需恒一功用来对质 故事第四 无功用运转作意 所以把四个作意跟六力 这样配合起来 跟九住心做个比对 好 这一段有没有问题 所以刚开始修的望念如瀑布 悬河这个正常 表示说你在第一第二住心 第一住心 第二住心 第一住心的时候 好 那我们看 那个569月 导述第三行 引二 修子之谅 那么修子之谅呢 我们看 第九住心 乃是欲戒心 以继性 在欲戒定 心以继性 我们叫定 是欲戒的定 是心以继性 乃圣摩他 随顺作业 是还没有尽到圣摩他 是圣摩他的前行 是圣摩他的前行 不是真的圣摩他 若得身心清安 即圣摩他 这个要加一个乐 若得身心清安乐 要加一个乐 有身心清安乐 才叫圣摩他 那身心清安 第九住心就有了 所以要加一个 身心清安乐 即 就是圣摩他 那庄严经论也说 游习无作习 无作就是 我们讲任运的意思 无作就无造作 他这个汉系的是用无作 其实我们在 我们在脏系不会讲无作 他叫什么 他叫任运 任运就是无作 所以汉系的 变成无作戒体 什么叫无作 你们敢看我 刚开始学看懂吗 什么叫无作戒体 什么叫作戒 什么叫无作戒 不知道 我刚开始读也读不懂 什么作戒 什么拜参 这个叫作戒 不是啦 就是你提着我要为力众生 愿成佛这个心来受戒 我提这个心 这个心叫造作出来的啦 造作出来也参加作戒啦 当受完已经得上得到业体 受完戒当下得到业体 如果说是讲三规一德 如果说是讲三规一德 班五戒啦 出家就是三规一德嘛 那个归佛境归法境归生境 第三次的归生境 完了就得戒啦 那是把你的造作的那个戒 笔量那个 我要为我要处理三戒来受戒 这个心转成液体 转成液体 那转成液体的话 它会对境就任运而限 就是能异能耻能防 任运就限起来 那任运限起来 这个叫无作戒啦 就是任运的意思啦 所以无作就是任运 有作就是造作出来的意思啦 那无作这个任运呢 在藏系符合讲无作 它讲什么 任运 任运就叫耸贼 就是任运的意思 所以无作就是任运啦 所以有习无作型 其实不用习啦 它本身就是一个功德的展现 就是任运 这个能够 这个正念的可以任运限起 有习无作型 这个任运的意思 然后靠着这个正念 能够任运的限起 是获得圆满身心妙清安 所以名为有作意 那这个有作意 这个要加一个乐 透过任运的作型 第九处心 是获得圆满身心妙清安乐 但妙清安乐 这个圆满身心才叫有作意 这个叫圣摩他 所以要加一个乐 古德都没有写乐 所以身心清安乐才叫圣摩他 只是身心清安 就第九处心就有了 所以任运的时候是在第九处心 已经得到身心清安 再透过这样不断练习 得到圆满的身心妙清安乐 这个叫有作意的圣摩他 那清安之相 他是讲清安 他是讲清安 不是清安乐 不一样 清安之相就像极论说的 云和清安 这是在极论讲那个心所法 五十一个心所里面 他讲清安 清安是一种善心所 为止息身心出众 身心堪能性 除简一切障而为业 那除简一切什么 行善障业 要叫行善 我讲善行 难道我清安可以除去一条障碍吗 我的罪障也可以消 不是 除简一切善行障碍为业 就是行善的时候 因为身心清安就不会疲累 不会疲累 你行善就不会 长生障碍 因为行善我们有时候会疲累 就不会再作善嘛 所以他会除简一切善行障碍为业 加一个善行 所以所言村众者为善所言心不能如意而转 这个出众呢 我们有两种出众 靠观呢 对峙是习气出众 观呢 就是毕婆舍那对峙是那个烦恼习气的出众 那修止住修呢 是对峙嘛 那于善所言不能任欲而转的出众 这两个出众 观跟止对峙的出众不一样哦 观是要断烦恼了 所以呢它对峙是烦恼习气出众现行 那止呢 是为了能够与善所言心与尽性的 所以呢 与相 与善所言之相呢 不能如意而转 这两个不一样 一个是对象的 不能如意任意而转的 这个叫要止住修对峙的 一个对烦恼 还有习气出众现行的 这样观去对峙 所以这个出众是什么 以止住修来想呢 就是清安的时候呢 就没有出众了 就是以向的部分来说 所以若得比对这次清安 则主身心无堪的信 能随意转也 就因为不会疲累了 就行善就不会 就不会那个走走停停 就能够随意而转 如是身心清安 出德三谋地使其身 为戏少分 后见真圣 变成清安与信心之色谋他 那这个论点把清安跟色谋他 画等一 其实不一样 清安的时候是第九住心 第九住心呢 吉身为戏少分 就是从初到第应该是在 第四住心才慢慢发现有清安 所以吉身为戏少分 从第四住心开始 第四住心 后见真圣 一直慢慢这个清安的感觉 越来越疏忽越疏忽的感觉 慢慢会加强 一直到第九住心 变成身心清安 如果你要讲 身体 身体 心仪性 色谋他 前面叫 变成 清安 乐 再一个乐了 如果要讲 色谋他 再一个乐 所以这个古德的论注 没有把身体清安 跟身体清安的色谋他 把它分开 前面讲的内涵是讲 身体清安 能够无堪能性 随意转 那个叫第九住心就可以了 如果要加色谋他 就要加一个乐 古德都常常有些字 没有写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看看 将发纵向圆满 意见思 这个是讲 清安 在清安之前 会与顶上 似重而起 非损老相 就是说他中脉要打开了 中脉要打开之前 他先有一个 饭屑 饭屑有一个感觉 好像东西压着的感觉 压着的感觉 像他有粗壮 为什么要这样 就像说 他要打开中脉之前 他会先吸 先能量会吸 所以他会吸 然后吸到能量后 叫砰打开 所以他的第九处心的时候 那个打开的能量是 一股气向往上冲出去的 很大量冲出去 所以冲出去之前 他现在储备能量 储备能量要吸 吸外面的气 吸外面的气 所以吸外面的气的时候 你感觉那个脉的时候 没打开的时候 吸的时候感觉有 吸的感觉有出 那个重压的感觉 你怎么知道 不是啦 我是说这个原理 你怎么知道 所以你要储备能量 他要吸外面的气 所以吸外面的那个气 是外面压进来的 懂齁 那分理能量够呢 他就一冲 咻出去 就从我们那个海底轮 叫一鼓气就咻 把那个饭血叫做冲开了 冲开的时候 你感觉头脑像开了感觉 你头脑没有开的感觉 没有成绩没有开的感觉 所以当你九处心 这气开的时候 这个头脑像开花了 开了的感觉 到第九处心 那个脑部那个饭血通过的时候 那感觉会开了 像头部一种莲花这样开了 脑部变成清凉 很舒服 全身很轻松 就是中脉塔通 所以刚开始第九处心之前 它有一个吸外面能量 是一个重压的感觉 然后这个就是叫卵相 这叫我们的第九处心 叫卵相 那个卵 这叫我们这个过程 自己要注意 我感觉头脑像这样 但是不是不舒服哦 所以感觉压力而已 不是不舒服哦 这就快要第九处心了 加紧再用功 不要放弃 不要休息 继续努力 一下就第九处心 到砰就开了 不要说哎呦 头重重的休息一下 不是 更要用功 这是顶上四重 这是要吸外面气的时候呢 它感觉气会有点收射 收内涉的感觉 所以呢 此起无间 当那个收射到完毕 无间呢 心出重性 即得除面 就变第九处心了 中脉打通 所以无 出重性 即得除面 你给你讲吗 中脉打通 这是自己修得 最好的方式 中脉打通呢 大概任督两脉就通了 任督两脉就通了 靠别人给你的 你没办 暂时有气 但是没办法打通 或是暂时的 好像通一点点 可是那个你没有修 是封闭的 所以一定要靠长词去练 记得除面 能对自比心 清安性 即先生性 能对自那个出重相 出重相 就是能对自比 这个比就是出重性 那个出重性的对自 这个比就是出重性 心清安就生起 所以先生起心清安 再生起 生清安 所以心里一种安定的感觉 会生起 以此清安 生起之力 赐有随顺 生清安 诸风 大肿 来入身中 由此风大 骗生 转故 生出重性 即得除灭 那对自比 生清安性 即得生起 由此力 故 生即快乐 由生的故 心清安性 互转 生胜 其后 清安 见世 渐渐舒缓 那我们要讲这个 然后呢 慢慢的 清安就越来越重 中脉打通的时候 那个一直 会一种安 那个舒服 清安的感觉 一直会在 所以清安出世 渐渐舒缓 南非清安 永静 一直会在哦 是由出世 触动内心 鄙视 退减 有妙 清安 如影随形 无诸 闪动 一山佛地 随顺而起 那之后呢 心踊跃性 亦 见 退减 心于所缘 兼顾而住 远离 喜动 不敬心 乃是获得证什么 这里哦 把第九住心 跟地 正佛他 把它连在一起说啦 把它连在一起说啦 所以透过这样呢 我们讲那个 那个 风大种 来入生中 由此风大 骗生 转固 生出众性 即得除灭 先由心清安 带动 生清安 这个生清安 这里呢 我们叫 生清安 记得 这个在第九住心 后面再讲 由此立固 这个立固 这是中脉打通的 生即快乐 由生了 再慢慢变成 那个 气再入住 于中脉的明点 现在是中脉打通 第九住心 然后呢 再专注在中脉的明点 明点的时候呢 那个力量 正念在明点上 由此立固 生即快乐 这个后面讲是什么 圣摩他 对于第九住心之后呢 再由圣摩他之立 这个此立 就是第九住心之立 那再来 把那个 庄脉的明点 消融 所以生起快乐 由生乐固 心清安 信 所以 心能 由生乐 但是也有 生清安 再产生 生清安 再由生清安 转成什么 生清安乐 最生乐就是嘛 这个生清安乐 生乐就生清安乐 那生清安乐转了 故心清安乐 这个加一个乐 由生清安乐 再转成心清安乐 转户增上 其后清安乐 清安乐加一个乐 出世渐渐 就是乐到一个高潮最高点的时候 慢慢会下降 南非清安乐永静 那这个乐 这还在 余世还在 是由初世转动 内心做到彼世退检 有妙清安乐 还是乐还是在 如影随行 无处闪动 与三谋地随顺而起 那这里 心踊跃性 意见退检 那个快乐 那个快乐 很高兴 就像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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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像火山爆花 生气安乐就是你的脉轮 就像火山爆花 冲出去 涌现 就快乐的不得了 整个皮肤都战现莲花 很快乐很快乐 慢慢的快乐会收射收射 降低降低 降低 那退转 那这样的退转 对于所缘兼顾 那个所缘性 未来越兼顾 离远离喜动不即兴 来是获得正圣瓦塔 这个圣瓦塔呢 就是讲 出禅清风电 这个座义 义是以得第一经律 禁风所设 少分定 这是出禅清风电的第一个座义 那外道出贤 修世间道 于无所有以下离欲 及修神通等 皆需依此 圣瓦摩地 因为这个叫 这个叫禁风电 每一个禅电前面都有七个禁风电 这是第一个禁风电 所以不管是飞翔或飞翔天 五神通之前 多地要修过禁风电 就以此圣瓦塔 这个时候叫禁风电 都要禁风电 这是外道的 修神通的 或是修禅定的 内佛弟子 内道的佛弟子 以出离心 普离心之所认识 修无我义 正得泄脱 一切种子 亦需依此圣瓦塔 因为这个圣瓦塔产生什么 直观双运的 第一个作义 它是直观双运的前行 这是直圣瓦塔 为什么呢 因为是直观双运的前行 那我们在修 任运的 一定要修直观双运 不管是 我会 直观双运 或是处理心 普离心的直观 因为处理心的直观 这个任运才叫 入小圣道 普离心的任运 才叫入大圣道 都是要 那个直观双运 那直观双运的 前面的前行 就是圣瓦塔 这圣瓦塔是 内外所供之道 所以瑞修圣瓦塔 见利尽 我们把那个 子处修就到这里 下次我们再修 那个 比伯生那的部分 好 对这个内涵有没有问题 好 讲完了 圣瓦塔讲完了 下次我们再讲 观 比伯生那 好 没有问题 我们回向 感谢观看